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说一说种植这个兰花 有些话有说,种的兰花为什么要堆起来 堆起来对这个兰花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我这里种的兰花不会堆起来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环境的一个情况 如果环境通风比较好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把它堆起来种植 如果说我们处于一个不太通风的环境下 最好是把这个植料堆起来 让这个兰花进行一个浅重的方式来种植 像我这棵一样是属于生种 但是我生种它有要生种的好处 我们这个环境因为比较通风 所以说水分蒸发比较快 采取生种的方法 它对这个兰花的新芽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炉头会吸收更多的营养 让这个新芽长得更加健壮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不够通风 我们可以把它堆起来种高点 采用一些浅重的方法 这样的话有利于兰花的根系 通风生长得更加有利 所以说我们在种植兰花的时候 选择生种还是浅重 大家必须要掌握自己的一个养护环境 是否通风还是不通风 这样的话才能养出更好的兰花 说我就看下一个养护环境 那么我们下一个养护环境 我们下一个养护环境 然后我们下一个养护环境